你屠宿是哪裂 走 請坐 各位學員大家好 我主要介紹 我是台灣民政府 台灣民政府 司法部林明星 今天我們要來 這隻口要來 說一個司法改革 和租款的校長 一個政府 一個國家 要知道你是應該要 想什麼人校長 我們是什麼人 這是重點 我們是什麼人 我們是誰 再來說一些轉型正義 就是 我們一個國家的政權 轉變的時候 要來做一個轉型正義的動作 跟過去 政府 過去的一些政權 對我們人民的壓力 要來討論公党 首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的司法 就是正義女神 全世界 全世界的法院 法院 司法機構 司法機構 全部都有一個形象 就是 這是 古羅馬代表 那個公平正義的女神 她的名字叫做 JUSTITIA 我們的正義的名字叫做 JUSTICE 其實JUSTICE 就是對JUSTITIA 這個名字 原先來 這是一個 用女人做形象 手牙 正義的保險 另外一手 拿到代表公平心盤的天平 然後 眼睛把它摸起來 眼睛把它蒙起來 然後無視被告的容貌 權利還有他的身家背景 全部都無視 我們可以來看 中華民國現在的思法 只擔破 我們本土台灣人 同樣的 或是一個 貪污的行為 我們台灣人 僵擔破 他們中國人 大部分都是沒多 這樣會怕發入膨 一個正常的正義 不能因為 被告的容貌身份 跟背景 會有不同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後面要來試試 為什麼要用男人做形象呢 因為男人有一個母性 什麼人犯罪 可以比原料 有限度的原諒 就是 孩子 未生年 未生年的孩子犯罪 會比 有限度的原諒 因為他要不 學識 跟很新鮮的一個程度 所以 要再給他機會 所以用一個女性當形象 那個 只有 年紀 不到成年人的狀態之下的 孩子 能夠被原諒 其他的一律公平 不論你是男朋友 我們這個口 要來實際 我們自己 因為這裡差不多 點半小時的時間 這個口 不下課 你們中度 如果要廁所 要去洗手 你們自由方便 自由方便 我怎麼調查一下 我們這幾天有 聽不到台語的 原諒民 的 同胞有 有啊 這樣我 我盡量用 那個雙聲帶去講 盡量用雙聲帶講 首先我們來看 那個 李登輝 那個阿飛伯 他說 我是不是我的我 這是他的莫寶 這個莫寶 我 是不是我 的我 這 很差別 他這有 哲學的含義 他做這麼久 我們做人間 他現在已經九十幾歲了 然後 問說 我是不是我 的我 意思是在說什麼 這個我是代名詞 齁 台灣 是不是台灣人的台灣 這在講他講的 阿飛伯的這個莫寶 這不是我 這阿飛伯的 大家會 很快樂意 日本 是不是日本人的日本 因為 有時候想說 我應該是日本人比較對 結果 他發言說 他也不是日本人 國兵飯店 是不是 躲在國兵飯店的人 這必須在講的 原聲的 說的我 讓大家 有多少人知道 到底他在說什麼 到底在說什麼 我是本土台灣人 經常在說 我們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那我到底是誰 我的國籍 到底是誰 中華民國 不是一個國家 然後他的國籍 最近大家有看嗎 大家有看到 在英國那邊 目前在辦 那個 奧運 在那個地方 故意在那個 社政界那邊掛了三天 然後 在大家 都去宣傳 中華民國很愛宣傳嘛 他們是靠宣傳 靠騙起家的 他們去騙騙說 你看我們 中華民國國籍 都已經掛到那個 英國的社政界去了 沒有錯 掛了三天之後 下架給 公然下架給大家看 然後還規定喔 不能再拿進去了 為什麼 中華民國一直在講說 是 中共在打壓 就很奇怪喔 英國那麼遠的國家 跟他沒有任何的那種 地緣上的關係 然後 時差差 剛好在地球的另外一半 剛好是在地球的另外一半 英國會怕中國嗎 不會咧 不會的話 他為什麼 要聽他的話 這很奇怪 所以中華民國都一直在騙 為什麼不能掛中華民國國旗 那我們台灣人到底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一個代表性的一個政權 不是沒有 是我們忘記了 是我們忘記 我們到底應該效忠誰 外來者 中華民國是外來者 結果你向他效忠 你根本都已經忘記你自己是誰 所以全世界都不承認你 中華民國的國旗 他在英國被下載的原因是 他不具有主權 不具有主權 他不是一個具有主權的政府 他是一個流亡政府 一個一個流亡政府 按照國際法 按照國際法 我怎麼說這個雙聲帶 按照國際法 我的國際意義到底是什麼 台灣是什麼台灣 日本是什麼日本 重點是 我是誰 我應該要向誰效忠 這是從我們本身的一個人 要下去做一個出發點 要回歸原點 這個北斗就是跟台灣人說 我是不是我的我 九十幾歲了 來臨甘已經九十幾年了 在日本時代 是台日本帝國的時代先出事 結果還去做到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竟然在問說我是不是我的我 這值得我們 那個台灣的下一代 台灣的年輕人 對阿富邊來說 各位都是年輕人 各位都是年輕人 來好好思考一下 和阿富邊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再來看這個北斗 空襲的時候 黨政軍眷屬優先陣 欸 很奇怪 逼彈的時候 還要分說誰擁有特權嗎 為什麼他們擁有特權 台灣人不能夠躲進去嗎 台灣人不能先躲 如果空襲的時候 由他們那個國民黨人先躲 然後他們躲完之後 所有的眷屬都躲完之後 我們台灣人才可以躲 連逃難都有優先欸 黨政軍 防空襲優先陣 中國難民連逃難都有特權 對我們台灣人來說是平定 我們台灣人敢是平定 敢沒有 敢有 沒有啦 沒有平等啊 我們是次等 台灣人真的是中國人嗎 他真的把你當作中國人看嗎 他如果把你當作中國人看 為什麼要他們優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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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名字比較貴嗎 吼 想到這個問題 我們要再重複一個問題 我們應該向誰效忠 他敢有跟我們當作中國人看 吼 這個口要來講的就是 中國國民黨不敢說的事實 中華民國民進黨不敢民主的侵頌 首先 要來給各位說 這都是三個logo 台灣現在目前的現狀就是 日本天皇的職地 美國所選領 流亡 中華民國政府代管 用什麼文章代管 麥克爾阿瑟一號命令 延伸到目前的台灣關係法 吼 都是這樣子吼 這個在我們當作平定 左邊這一邊 這個是美國司法部的一個logo 吼 這是代表佔領權 那中間這個是我們真正的主權者 這隻機子 可能外面有 很多人看 有可能一些先輩子看過 這天皇旗 我為什麼不用日本國旗 因為日本大家會搞不清楚 什麼日本 奇怪我們台灣人為什麼還有日本 日本已經皇旗了 我們這隻口也要講清楚 我們是到底叫什麼人皇旗 我們是叫皇旗什麼 再來 這就是中華民國憲法的第一 中華民國憲法 白紙黑字 第二條 中華民國是主權在於國民全體 所以只要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他走到哪裡都擁有主權 他跑到澳洲去 澳洲變成他的主權之地 跑到美國變成 美國變成是他們中華民國的主權之地 四海都有中國人 他還這樣說 那四海都是他們中華民國 這就是什麼 土匪 他們把土匪 白紙黑字 還給它寫出來 說他們是土匪 中華民國憲法第二條 全世界就只有他這樣子 我要告訴他 日本 台日本 我們中國主權在誰的手頭 在天空的手頭 因為他是皇制國家 美國主權在誰的手頭 在各州 五十個州 一共有五十個不同的州憲法 然後他們有一個聯邦憲法 聯邦憲法很簡單 十條而已 十條而已 中華民國主權在 所以他們走到哪裡 都可以變成他們家 所以他跑來台灣逃難 逃難來台灣 台灣變成他家的 這不是土匪是什麼 所以我說他 土匪政府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憲法自己寫的 中華民國是土匪政府 第二條 我這樣翻譯 因為他們寫的那個 漢字都會扭曲 我也會扭曲 中華民國是主權屬於土匪 全體土匪 所以他們走到哪裡 都擁有主權 走到哪裡 唱到哪裡 首先我們來實施 台日本帝國 大家人都在說 最近和平教育 已經放棄台灣的主權 日本已經放棄台灣主權 所以 台灣已經應該是要 建制自己的國家 不應該讓日本人看 我要給各位說 全世界 有一個共識 大家都不要聽過 全世界有一個共識 一個中國政策 一個中國的共識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但是 有另外一個隱藏版的 你們都不知道 有兩個日本 一個是 大日本帝國 一個是 新日本 就是現在目前的日本 他們是自治政府狀態 他們不是一個國家 他不是一個國家 我們要來看清楚 這個演變是怎麼樣的 我這次的課要把那個修憲史 再講得更清楚一點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 他的英文名稱叫做 The Empire of Japan 現在的日本叫什麼 日本 Japan 他沒有The Empire of 沒有 他沒有 他沒有大日本帝國 所以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現在的新日本 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不過 他們有什麼關係 修憲關係 新日本法 新日本 新日本 現在目前的日本 Japan的 那個新日本 憲法 是 源自於大日本帝國 第73條 76條的程序 下去修改 而成的 修憲跟制憲 大家分得清楚嗎 我跟各位說 一個國家不會忘記 他需要制定新的憲法 清帝國滅亡 所以中華民國制定新的 中華民國憲法 他就不叫做清帝國了 那日本呢 他們是修憲 不是制憲 那大日本帝國 有因為戰爭戰敗 而滅亡嗎 有沒有 沒有 大日本帝國還在耶 在哪裡 你們就是啦 我們不記得而已 我們忘記 我們自己是誰 要說他知道 我為什麼要這樣說 大家注意看 大日本帝國憲法 是在100百九年 民地22年的時候 所界定的 這是參考普魯斯帝國 就是德國的前身 那是一個很 很很好的一個一部憲法 就是 君主立憲制 君主立憲 就是 人民擁有 參政權 就是 君主雖然以前 以前都是絕對君主制 人民的聲音 那個沒有被 那個君王所聽到 那人民能幹什麼 人民受到苦難 他能不能找個 那個可以 可以溝通的管道 可以去處理的管道 不行 沒有 沒有被看到 所以 後來就衍生了一個叫 君主立憲制 和那個 台青帝國的 絕對君主制不一樣 台青帝國 他們本來務須變法的時候 公有的 他們要替他 像歐日本這樣 讓人民擁有 那個 發表意見的那種 那種管道 結果 失敗了 這就是中國別忘的原因 這個台日本帝國 當初是 實施的憲法 就是 明治憲法 也叫做帝國憲法 相對於 現行的日本國憲法 也被稱為 舊憲法 也被稱為 戰前憲法 值得注意的就是說 這部 憲法 名稱 當中帶有大日本帝國 是在1936年 在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那個 日本國號才正式同意為 大日本帝國 大日本帝國的憲法 一共有7章76條 這是 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本文 那他怎麼生效 一開始明治 明治天皇的時代的時候 明治天皇的時代 這部憲法 相當出來後 要怎麼生效 怎麼生效 誰讓他生效 是不是皇帝要讓他生效 是皇帝要讓他生效 那皇帝 是在這個地方簽署文書嗎 不是喔 不是喔 皇帝沒有在憲法本文上面 簽署任何的文字 而是 用一個叫做 趙書 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 我們的 我們的右手邊這邊 有看到明治天皇的趙書 是這個趙書 讓這個憲法本文 生效 趙書就是 青帝國在講的 我們在講的 我們台灣人在講的 說性質 性質 這個憲法 性效 所以要讓各位知道一個東西 這個叫做法律的優先權 天皇趙書比較上位還是 憲法比較上位 趙書 對 是趙書讓憲法生效 所以趙書的位階 高於憲法 這大家要記得喔 因為喔 我們在共和制這裡 生活很久 都不記得說 到底這個 法律上的 那個原因 它有一個先後順序 是在怎樣的 我為什麼要來講這個東西呢 為什麼天皇趙書 高於憲法 我要一直在強調呢 因為我們台灣人是在19 45年4月1號 藝人天皇趙書 讓我們 形同 內地延伸 憲法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之地 所以你們很多學者 很多外面的專家學者 他們完全找不到任何 憲政的一些文件 為什麼找不到 因為他不是按照 這個比較低階的憲法 去讓台灣人變成 大日本帝國的皇民 不是 是因為天皇的趙書 更高位階 讓他變成 讓我們台灣人變成 皇民 所以 我們的位階還高於 大日本帝國憲法本文 要大家清楚嗎 這叫恩典 所以很多外面的 還有一些專家學者 他們找不到任何憲政文件 確實 比較失望 因為 是用教書信號的 不是用 修憲 或者是那個憲法大會去開的 不是 再來要說這個憲法 這個主權 所有權 跟那個主權的管理權 還有戰爭時代的那個管理權 最大位階是在哪裡 大家可以注意看 全部都在天皇身上 在戰爭前 這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一章 第一條 就寫到天皇主權 大家注意看 第四條 說就是統治大權 天皇的主權跟統治大權 有什麼不一樣 一個是主權的所有權 一個是主權的管理權 然後 有一個戰爭時代的就是 統帥大權 戰爭的時候誰最大 所以 日本天皇當初是絕對君主制 在戰爭前 然後 第二章是講到 臣民的權利跟義務 然後第三章講到帝國議會 第四章講到國務大臣 還有蘇密顧問 還有政府的組織架構 第五章講到司法 裁判所 裁判所 第六章講到會計 會計 會計也要 也要 也要定在憲法裡面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一個國家 絕對君主制的時候 可是他又是君主立憲制 怎麼辦 那人民 如果說遇到一個昏君的時候怎麼辦 人民怎麼去抵制這個昏君 他們也會這樣想 天皇也會這樣想 我這世人 我明治天皇 我很厲害 我去團到一個 我去團到一個 團到一個昏庸之輩 那怎麼辦 人民必須要有能力去牽制他 你知道他沒效 你那個我就牽制了 所以他訂一個會計 什麼會計 他上頭下 日本天皇用了所有的權利 你包括向哪一個國家宣戰都可以 可是 預算權在誰身上 在帝國議會 由人民決定 天皇你去向人家宣戰之後 我不給你錢 那宣戰有沒有效 無效 無效 你要去黑白開錢 你要做一個 那個儲勾的決定 要去做一個錯誤的決定的時候 那人民怎麼去抵制你 不給你錢 可不可以 可以 天皇 趙書讓他同意 他就是 就是這樣做 果不其然 名字天皇 是非常英明的一個 一個天皇 結果他的兒子 大政天皇 他是小時候就生病了 所以 腦部 發育的不是很完全 大政天皇的時代 可是大政天皇 有沒有 日本有沒有因為大政天皇 他的 智商不足 他本身有缺陷 變成一個弱小的國家 沒有耶 這個就是 君主立宪的好處 也是當初為什麼 大日本帝國要走 君屬立宪制的原因 因為 大政天皇就是 明治天皇的子 智能不足 後來要怎麼樣 當家育仁天皇 就是 明治天皇的孫 就是我們的先皇帝 現在 目前的天皇的 爸爸 他們爸爸 大陣的時候 有辦法接政的時候 他先代理 成為攝政王 由太子去擔任攝政王 然後幫天皇做事情 這個都有在那個 整個我們憲法架構裡面 都有去規範到的 所以這就是 日本 從頭到尾沒有 出現昏君的原因 不是他們 不會出現 是他們去設法 設這個國家大法 把這個 那個會發生的一些狀況 把他給排除掉 大政天皇 他本身就不是一個 很完整發育的一個 一個人 所以 那個時間點 就是君主立宪制 我們就是後來 就是衍生成君主立宪制 有這個好處 再來介紹 日本國憲法是經過 台日本帝國 第73條的規定 修改程序得到全面的修改 全面的修改 沒有把舊的廢除 他只是修改而已 日本國憲法於1946年戰後 1946年戰後 11月3號公佈 自1947年5月3號開始實施 這時間點很重要 時間點很重要 根據日本國憲法 第98條第一項 這也有寫到這個官方 在大日本帝國 憲法前提成的法令 如果跟新憲法 相違背的時候 跟大日本帝國舊憲法 同時失效 意思是什麼 只要沒有違背新憲法 舊憲法 還有沒有效 有效 這在那新日本帝國的 現在日本國的憲法 第98條有這樣子規定 我們台灣有幾個在說 心裡無色 孤裡無別 大家不要聽過嗎 很少先輩都不要聽過 年輕人可能不要聽過 意思就是說 新舊衝突的時候 以新的為準 然後舊頭有沒有廢除 沒有 沒有廢除 再來這就是 當初是 日本國 就是現在的新日本 新日本的憲法 1946年 11月3號的時候 天皇簽了詔書 一個詔書修憲完之後 要不要給天皇核准 要 所以天皇這一次一樣 是下了另外一道詔書 讓新日本 憲法 生效 戰後的憲法生效 正基於日本國總體名譽 和新日本的建設基礎上 然後經過 蘇密院 顧問的諮詢 經過大日本帝國 這白紙黑字喔 經過大日本帝國 第73條規定 由帝國議會表決 批准 大日本帝國憲法的修正案 再次公佈 所以 現在的日本 的憲法 是不是修憲 白紙黑字啊 修憲 一個國家 王國 才需要自憲 大日本帝國 有沒有因為戰爭而亡國 沒有耶 那新憲法 是跟舊憲法 修正而得而已啊 只是這樣子而已啊 齁 如果一個國家 因為戰爭失敗 他就會滅國 那馬關條約的時候 哪一個國家 跟哪一個國家打 大日本帝國跟大清帝國 對不對 對啊 那大清帝國怎麼沒有滅亡 應該在1895年就滅亡啦 為什麼沒有 因為戰爭不能轉移主權 好這個國際 這個國際法很早就有了 在亞洲 那亞洲 那亞洲拿破仁戰爭之後 就為了人權 同一塊土地 不要因為你強大的時候 就來打 然後我強大的時候 又打回去 這樣住在那個附近的那個人民 會受到很大的 戰爭的那些戰禍啊 對不對 然後會被殺來殺去啊 同樣那一塊土地 會被搶來搶去啊 所以為了不要讓戰爭 做為一個手段 就規定了戰爭不能轉移主權 不可以轉移主權 所以 大清帝國沒有因為馬關條約 而滅國 他是被誰所滅 被他們自己的那個 辛亥革命所滅 他們自己內部把它給滅掉 日本有沒有滅掉清帝國 沒有啊 他只是跟他打一仗而已啊 再來 再來 這是日本國的憲法 他的前言 有嚇到 消除因為政府的行為 而再次發生戰後 他有沒有寫說 消除因為天皇的行為 有沒有 沒有啊 因為那個像美國宣戰是誰去宣戰的 東條英姬耶 大家可以看到剛剛這裡 這裡有一個戰爭的統帥大權耶 宣戰權是在誰手上啊 在天皇手上 天皇沒有宣戰 結果日本那個 那個軍閥他們自己跑去宣戰 那個 那 戰爭的那個罪犯是誰 東條英姬啊 不是天皇啊 因為當初有一個 我們 我們台灣人都不知道日本的歷史 日本一個叫黃道派的 當初就是被他們那個軍國派的人給 消滅 黃道派的人就是要按照國際法行事啊 就是 用天皇 我們就是用天皇去宣戰才 天皇要批准才可以 結果他們 軍國派的去壓制黃道派的 黃道派的失敗 然後天皇等於是被他架空啊 只是這樣子而已啊 所以他是個傀儡 說得難聽說是傀儡的狀態之下 被他 被軍國主義所挾持啊 所以天皇在戰爭之後有沒有被判刑 沒有耶 一人天皇沒有被判刑喔 是因為這個原因啦 不過 所有的管理都在的政府上 包括宣戰權啊 新日本憲法一共有11章 103條 修憲後的日本國憲法 重點在第9條的放棄宣戰權 然後增列西方普世價值的 自由平等觀念 還有男女平權 大日本帝國在1945年 那個戰爭戰敗之前 女性是沒有參政權的喔 女性是沒有參政權的喔 那我們以後台灣 要按照大日本帝國的時候 要不要修 要不要修 當然要修啊 不然我們現在 差不多有三分之內 女性同性可能就會罵了 我來這裡跟你參加 結果你讓我們沒看你不行啦 當然不行 我們不是伊斯蘭主義者啦 我們不是啦 台灣是母系社會啊 女人要當老大才對 大家要知道 女性我們那個 那個阿美族那邊啊 現在還有保持這個傳統 啊我們平埔族人啊 我們都忘記我們 我們是平埔族啊 平埔族是比那個 我們那個高砂族群裡面 是賺最多人的 啊為什麼平埔族不見了 不是不見了 你們被漢化了 給你們那個漢性 給我洗淨 我就他還比漢人啊 其實大家都是平埔族啊 你們只是忘記你們自己是誰而已啊 那我們平埔族是不是母系社會 母系社會 所以大日本帝國必須要修才能夠 使用到我們以後未來台灣民政府 使政的時候的台灣基本法 一定要這樣喔 不然回去我會叫我母媒 這我沒有交代 開玩笑 開玩笑 不過這個還是要按照 國際的那個 那個潮流下去走 1945年到現在都已經60幾年了 這個國際的那個整個人的演變 我們要跟得上潮流 才能夠 才能夠變成一個新的 自治狀態啊 我們不是要回到 那些還是60幾年前的那種生活 不是要回到那種生活喔 只是說我們要追求 更新更好的一種人權架構 一種觀念 但是我們簡單來介紹 大日本帝國 跟日本國的憲法史 跟我們台灣澎湖群島有什麼關係 關係可大了喔 大家注意看喔 1890年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憲法施行 這個從古早 排到現在 大家可以看喔 就像我從小孩 變到現在 還要40歲了 都有他的歷程 每一年每一年的喔 他的年表 就是照他的年表下去排 1890年的時候 大日本帝國憲法實施 在1895年的時候 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讓 馬關條約讓 台澎群島永久割讓與大日本帝國 天皇 很多的專家學者說 是日本啊 不是大日本帝國天皇啊 馬關條約上面的條款通通沒有啊 我說喔 哇 你看看條款你不會看前沿喔 前沿這邊第一 那個把它打開那個 馬關條約的第一頁 第一個字 就是大清帝國 大皇帝陛下 及大日本帝國 大皇帝陛下 定定合約啊 那這個國家 這個是 這個是皇帝跟皇帝簽的喔 不是國家跟國家簽的喔 喔 我要給各位說一個觀念喔 皇制國家喔 他沒有規定說 一個皇帝可以擁有幾個國家 大家有插一張嗎 大家有覺得很驚訝嗎 我覺得 覺得大家都很驚訝 我跟各位講清楚喔 大家知道大清 這 最近 這個到現在都還存在啦 大家知道大英國寫嗎 大家知道英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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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問大家 英女皇 伊麗莎白二世 他的國籍是什麼 他沒有國籍耶 為什麼他沒有國籍 因為他擁有54個國家 他要屬於哪個國籍 他有54個孩子 他要送錢 54個孩子都是啊 所以他沒有國籍啊 他是英國人嗎 不是喔 他是擁有英國 可是他不是英國人喔 他是女皇 他是越紅 那加拿大的女皇是誰 加拿大是全世界那個 那個目前那個土地疆域最最最最廣大的嘛 那個加拿大的女皇是誰 一裡三百二世 對了 同一個啊 那澳洲全地的啊 整塊的澳洲大陸啊 澳洲的女皇是誰啊 也是一隻啊 同一個啊 那全世界擁有土地最多的 帝王就是一裡三百二世 就現在在擁 現在他們大那個地方 現在在擁那個叫倫敦奧運會 所以一个皇帝 皇帝的层级有没有高于国家 有啊 没有规定一个皇帝可以拥有几个国家 伊丽莎白拥有54个国家 其中16个对他直接效忠 包括英国包括加拿大包括澳洲包括纽西兰 有38个国家对他虚位效忠 所谓虚位效忠是怎么样 给他们自治 你不用对我缴税 可是我生日的时候你一定要来这边让我看看你 你知道吗 意思就是这样 这就是虚位效忠 所以一共有大英国协里面有54个国家 原本有55个还有美国 美国是独立出去因为他 他说他已经长大了 他要自己独立出去了 所以他跟妈妈打了一仗 跟那个英国打了一仗 后来西班牙跟法国介入说 给他独立 独立之后 美国做了任何决策英国有没有支持 有耶 为什么 几代不能切断 后面你的小孩像你宣称独立的时候 他要大了他要出去 他就带我生的小孩 他要出去自己一家 你要不要让他独立出去 当然要啊 这关系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对不对 独立就是说 你拥有他的主权 那你才能够像 像我儿子后面一定向我宣称独立 他要自己出去一家 我放他出去 他还是我的孩子啊 所以美国独立出去的时候 英国按照那西民市条例 他做了任何决策 英国有没有支持 支持啊 所以最近大家可以看 美国在 我们南太平洋这边在演练 他在哪里驻军你知道吗 在新加坡驻军 大家知道新加坡 应该都知道了 李光耀 他之前的总统是李光耀 为什么 新加坡是华人国家耶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他是华人国家 是华人国家吗 可是他向谁效忠 英女皇效忠耶 你们没有看错哦 大家可以回去 回去好好的注意哦 新加坡是向英女皇 虚位效忠的 大英国协的国家耶 包括马来西亚都是 整块马来西亚都是哦 他们都是效忠英女皇的哦 所以 美国 在 新加坡 派了五艘 无人战舰 最新的隐形的哦 然后再 藉由那个 那个军事卫星 在 那个美国的德州那边 遥控 用遥控的方式 把船开出去 飞弹打一打人就走了 那船就走了 人没有在上面 这样会不会造成 人类的灭亡 不会 他自己会不会受伤 不会 叛去的是小鼻子 人才会死 不会死的 啊很奇怪耶 最新最先进的东西 最先进的那无人战舰 为什么要放在 新加坡 美国不会怕吗 当然不会怕啊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是 他妈妈 他妈妈的土地啊 新加坡是他的兄弟之国耶 你知道吗 意思就是这样而已 这大家有看过吗 独立好引擎战舰 在新加坡 派驻五艘 剑子同为华人主导的国家 中国 为什么 因为新加坡虚位效忠 伊利三百二四女皇 属于大英国协 的一个 主权自治的国家 我们台湾人很奇怪 把我们骗去 主权独立 主权独立 什么叫独立 像 像美国这样子用 他说我已经大了 你不用把我保护了 后面 我要出去自己一家 你也不用把我保护了 那这样就可以 可以独立出去 你们台湾能不能啊 台湾能不能啊 不能 台湾不行 那54个 那加拿大 像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 那么大的一个国家 那他们为什么不要自己独立出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还不够强大 而且 有一个妈妈不错耶 有个 有个英女皇当妈妈也不错耶 对不对 他们是 主权自治 不是主权独立 大家要听清楚 所以我们后面 我们台湾 是在台日本帝国里面 是主权自治的国家 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而且 主权独立 我们台湾人被人家拉去骗 你知道吗 骗什么 独立 像谁独立 像中华民国独立 中华民国是住在隔壁的人 啊 我的嫁 不来叫我爸爸去叫我隔壁的人 爸爸 哇 哇 这当然没办法都可以 是不是 台湾人被骗 被骗了 大家当作说 独立就是向 中国切割 其实你们被中国人骗了 谁最喜欢台湾独立 你知道吗 中国人最喜欢你们 台湾人独立 中国人同样 你台湾独立 独立是要向什么切割 日本耶 啊我们都不知道耶 我们以为说独立是向中国切割 向中华民国切割 向中国拒绝 不是耶 他没有 他没有拥有你的主权 所以我们 竟然被骗了 你知道吗 大人之后又叫你老公爸爸 我等一下 我清楚之后 我会教我 那不是你爸爸 那是 你叫我唱歌 这样而已 你要等他 任主归宗耶 我们台湾人要不要 回来任主归宗 要 你才能够找回你自己 最基本的人权的国籍耶 日年外公会上面 有写得很清楚耶 只要是出生 你只要是人 你都用他有国籍耶 啊我们台湾人 有国籍也不国籍 你们的国籍有没有被承认啊 没有被承认耶 啊没有被承认 你们为什么 你们你们 我们台湾人比那个红毛猩猩 比较不如耶 红毛猩猩还有那个 比您绝种的动物的保护法 所保护 你们台湾人有没有 被人家用那种 动物保护法所保护 没有耶 连动物保护法都没有 你们 连被当成人都没有耶 那你们要不要国籍 你们为什么没有国籍 因为你们 忘记你们自己是谁啊 竟然被承认了 被承认了 我去摸他的膜牌 你不知道啊 人家做老婆 他敢把财产奔我 没有耶 因为我不是王文洋 我不是王文洋 啊 啊当然是要他的亲身的 他的怕孙子下去 去奔他的财产 啊我们台湾人去摸中国人的 中华民国的梦白啊 那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对吧 这大英国协 谢谢 说得太多了 又回到刚刚那个地方 不好意思 所以让他清楚 我们 大日本帝国 他没有因为战争而灭亡 他没有因为战争而灭亡 再说 再来 1895年到1915年的西来安事件 就疫情事件 大家都要听 打百年事件 交八年事件 大家知道吗 一共花了20年时间 大日本帝国全台征服 他征服的模式有两种 不是国民党叫的一种 国民党都说日本人杀台湾人 不对 日本人一开始是派 他们的王公贵族来跟 我们的原住民通婚 用通婚啊 我必要把你的财产 因为我们两个没关系嘛 我必要把你的财产 变作我的财产 用武力 对不对 这是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怎么样 我们女孩漂亮 来救我你们的父亲 然后两个结婚后 你的女孩比我的 或是女孩 我的女孩比你的媳妇 那两个结婚 你的财产比我的女孩的财产 这样可以吗 这样也是自然衍生而成的 通婚可以啦 通婚跟战争都可以啦 那没办通婚是什么 抵抗的怎么办 打 打仗 确实有打仗 可是国民党都只讲打仗 都不讲通婚 最近 去年 有一个叫做 没关系 反正那他说的 我可以请他的名 廖萬榮 台湾听过 中国国民党的 中常委 人家说乌冈大王 廖萬榮 他说什么 原住民 很多都是杂种 他是这样说 你知道吗 他就说这就输了 一百九五年到一九五年 二十年的时间 日本派王公贵族 来跟台湾的 各个首领的 王公贵族 通婚啦 为什么通婚 就是我刚才说的 要收贵你的财产嘛 对吧 一路不要跟你打 要用通婚的 派我女儿去拐你们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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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就同一家 这样就可以通婚了 这样的话 才能够融为一家嘛 所以这个部分 廖萬榮 他讲的没有错耶 可是他用杂种两个字 真的很难听啊 事实上是怎样 你知道吗 很多的我们台湾原住民身上 尤其是那些那个贵族 那些贵族身上的血缘 都具有大日本帝国的 王族的身份 当初在这个叫做贵族通婚 你们才是贵族 你们不只是台湾的贵族 而且还是日本的贵族 你们还有日本贵族的血统 那廖萬榮讲的很难听 杂种两个字很难听 可能去年的事情 可能台湾都会记得 那廖萬榮 你如果听到没解 你会可以来搞 这是你自己说的 你如果听到没解 你会来搞 沒關係 所以这个20年的时间 不是只有国民党讲的 用战争 他还有用通婚的方式 所以很多 你们看到 排湾族 不是都是黑黑的吗 可是我看到 排湾族的公主很漂亮耶 白色的耶 那是怎么回事啊 有日本的血统 阿美族的也是啊 很多他们有一些 还有鲁凯族的也是啊 很多长得都很漂亮 都已经跟原本的原住民 那个轮廓都不太一样了 为什么 还有我们不大善的族群 还有分黑的跟白的耶 你们可能知道 大坝尖山以南以北 会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贵族住在南边啊 贵族住在南边啊 所以当初的日本人 找 找的通婚对象都是找王公贵族 因为他们也是派王公贵族来的 他们是有那个阶级制的 皇制是有阶级制的 所以这个20年的时间 叫做军政时期 一个国家一个政 一个政体 要建制起来的时候 一定有军政训政 宪政时代 这个1895年跟到1915年20年的时间 是军政时期 征服全台 然后征服全台之后怎么样 1915年到黄民化之前 一共花了一样 花了接近30年的时间 让台湾澎湖 黄民化 为什么让你黄民化 让你教育啊 你以前车车给你鞋子穿啊 你以前穿去上 穿一些泡泡泡泡泡的衣 他给你西中穿啊 他给你通生前的衣服穿啊 所以让你 让你跟他们一样 训证 那这个时间点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大日本帝国在这个时间点 是亚洲最强 亚洲最强的一个国家 因为他有受到工业革命的洗礼 那个版本龙马事件之后 大家说这是武术都没效了 淡雕 我们要去学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技术 就派人出去学习 所以日本他有去接受工业革命 然后有接受文艺复兴时代 人心的革命 所以我们台湾 台湾人 日本时代很多 技术家 像丹青坡啊 你听过吗 自己造名 陈陈坡啊 他的画风甚至 还赢过他拜的五个老师啊 很厉害啊 不过去国民董議拜先他称赞 所以 我们可以看 再来 1945年的4月1号 就是我刚才在讲的 大日本帝国用天皇造书 就是恩典 他的层级高于大日本帝国宪法 用造书让台蓬群岛人民 拥有参战权跟参政权 如果你没有向天皇效忠的话 天皇敢把武器交给你吗 不敢啊 为什么不敢 因为你他的武器你会打他 他为什么给你参战权跟参政权 为什么 因为他都知道你已经都是他的子民了 而且他都把你定居起来 都把你做口座啊 全部都把你一个一个造册 这个人是什么人 林永成 这些什么人 都把你定居起来 这个是我的子民 这是我的宝贝 你的东西 像你开公司的时候 你会去做一个资产 造册表 要不要 为什么你要 你开公司的时候 你要把 像这个桌子 只要用一个资产编号 那人家打起来 那人家造册 我有这条桌子 那人家有多大 那人家买 要不要照这个详细的资料 我们的乎集就是这样来的 户籍就是这样子来的 为什么我们台湾人 会有大日本帝国的户籍 像我们现在台湾 台湾民政府 可以拿到 那里做 台湾民政府 办这条新闻情的时候 要去拿台日本帝国的 时代的 给这天本 因为我们是天皇的宝贝 当初是把你造造册 我是 我阿公的时代 当然我爸爸妈妈已经不是那个时代出世了 可是他是他们延伸下来的 的一个 一个自然而而延伸的一个 的子民 我 两个阿公两个阿嬤都是皇民 那我是不是皇民 我当然是皇民啊 所以这张是什么 台湾人是什么人 皇民 那我为什么要 为什么我们台湾人拿得到 那个大日本帝国的户籍 中国人有没有户籍 有没有 大清帝国 占据了 那个中国那边一共200多年 200多年 200多年 有没有帮他们造户籍 没有耶 为什么没有 因为 清帝国人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 台湾人有阿 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时候有阿 对不对 我们台湾人是 在大清帝国的时候 台湾是没有造户口的 是大清帝国来这边帮你们 一个一个都收进来 这是我的宝贝 这是我的宝贝 都会造册起来 就跟美国一样 全部都把你登陆起来 我一个国民在 瑞士那边 滑山 那个滑雪的时候 如果爬山滑雪的时候 如果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要不要去救 要去救啊 我这么 瑞士那么远 美国会说 瑞士那么远 我不要去救吗 不过 叫一个人要花多少钱 人家有你嫁到这个 没有耶 一个人 在上面 受到山难 囂在那裡 美国派了一团人去救他 为什么 因为 那个人有在美国造车 他是美国的宝贝 你们台湾人 全部都被人 做菜 做在台日本帝国 所以台日本帝国给你们 做什么 宝贝呢 大清帝国 我们来说那个 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 为什么 有的人说10万 有的人说20万 有的人说30万 那 中国你把那个户籍 堂本拿出来看就好了嘛 一共死了多少人嘛 对不对 看多少人 丹丹丹丹 是在那裡做菜 什么人住在那 什么人是流动人口 你把户籍拿出来看 你就知道你南京大屠杀 死了多少人 结果拿得出来 拿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清帝国的人 也没有把中国人当人看 中国人也不是宝贝 所以南京大屠杀 到现在死了多少人 没人知道 为什么 日本说 有人说 連死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们连最基本的户籍 都拿不到 有没有被政府说这个是人 有没有把他登陆起来 没有 没有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一个国家的国籍 他的重要性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现在我们要办这个行政 用这个身份证 就可以很简单的切割 中国人 用这条身份证就是要做什么 你知道吗 要和中国人切割 你只要 你要拿得到 大日本帝国时代的户籍 你才能证明你是台湾人 本土台湾人 你是在战争之前 1945年的8月15号 停战之前 就在台湾已经成功设计了 才有啊 才能够 才能够 认定你是本土台湾人 不然他们 在那个民国 民国38年 1949年的时候 跑来的接近200万的难民 那些人都来这边干什么 有没有 有没有来这边缴税 没有缴税 为什么 因为他们来这边 全部大家都有工作做 跟那些人都可以做护身事务所的人 有的人姓金 我们这边有童心 他们一家人都姓金 他姓权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那两点不去那点 他就变成姓权 他一家都姓金 看起来不是都一样吗 差不多 所以我们说中国人是什么 差不多先生 差不多就好了 结果不知道生金和生权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有一个童心生权 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会特别去看 他 他爸爸姓金 日本时代就住在台湾 姓金 不是姓权 是姓金 啊因为那个 那个 那个蚝仔 来家的时候 他不认识字 长得像就好了 长得像就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台北本帝国用恩典的模式 天皇造书 让台湾群岛人民拥有参政权 跟参政权 台湾群岛成为大日本帝国固有领土 内地延伸 宪政时代的开始 从1945年的4月1号开始 这也是日本的会计年度的第一天 4月1号 这要注意 这个重点要注意 这个重点是 包括日本 包括我们台湾 很多专家 學者 都不知道的一个 东西 我跟你说 从这一天开始 台湾总督府的官制派认权 改变了 为什么改变了 因为在 1945年的4月1号之前 台湾不是行限之地 台湾总督怎么样子产生的 台湾总督是由天皇所派认 天皇派 是天皇派认的 1945年4月1号之后 台湾人 台湾地区是用 大日本帝国宪法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实施机关是 大日本帝国的政府 所以台湾总督府的官制 台湾总督府由谁派认 由内阁总理大臣派认 这重点在这 所以 对这个时间点 4月1号开始 台湾总督府的官制派认权 在谁手上 在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派认权 他要派认谁就派认谁 这个就是究竟和平条约 签署的时候 吉田茂他派认权 他放弃 台湾所有的任何的东西 就是台湾总督府的官制派认权 很重要的 再来 1945年的8月15号 大日本帝国 投降 天空导航 育婴放送 台湾本 帝国军事占领日本 琉球 和台湾 一共设了三个军事政府 美国直接占领日本本岛 本国 然后 联合国 占领琉球群岛 然后再委托给美国占领 然后到1972年的时候 5月15号 由 战胜国的美国交给联合国的日本代管琉球群岛 所以琉球 我们这次有去参加他们的恢复40周年纪念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旧金山和平条约 是在1952年的时候签署的 那如果日本有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 签署之后变成一个自由的国家 那琉球 不止台湾喔 琉球为什么没有跟着自由 为什么又过了20年 直到1972年才获得释放 为什么 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 只适用于1946年11月3号 是不是有修宪 刚刚有没有跟各位介绍 一旧四六年的时候 战后的第一年 日本就修宪了 就修宪脱离大日本帝国而自治 所以去签署旧金山和平条约的人是谁 是新日本的 有没有代表整个大日本帝国 没有 所以不止台湾人没有立即获得释放 连琉球都没有获得释放喔 现在的日本国的宪法有没有包挂 台湾 没有 新日本的没有 大日本的还在不在 还在耶 你有看过任何一份文件说 台湾的那个大日本帝国被撤除吗 被取消吗 没有耶 那琉球有没有 琉球也不是啊 琉球人跟台湾人一样 都是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实施之地 可是他不是新宪法 而是他现在 现在的日本是在1946年 就已经修宪脱离出去了 所以你们台湾人在发独立 不错了 日本人已经发独立了 日本人早就独立出去了 琉球他是由联合国托管给美国 然后 因为日本 战后 就像河边跳是在1952年 簽署 簽署完之后他加入联合国 加入联合国 他是不是战胜方 他是战胜方 日本国 日本国他跟 他 你当初跟大日本帝国 作战的是谁 國联啊 同盟国嘛 对不对 就是国联的前身 联合国的前身嘛 对不对 同盟国嘛 那现在日本 你们有没有加入联合国 有没有 加入了 为什么要加入 因为他们 要自治啦 因为他们已经自治脱离出去 然后 帮联合国 管两个东西 现在就管两个东西 一个就管我们天皇 把我们天皇 关在日本里面 然后 把我们的兄弟 我们的琉球群岛 转移给他去 自治去管理 这样的话最符合人权啦 欸对 反叛 这个很有趣啦 在1946年的4月1号 修宪完之后 天皇为了 他们的修宪 还去全国走透透 全国招套套 这等一下看 1946年初春 日本国政体朝你修宪 大日本帝国 天皇 尋性 日本国政体的国境 亲自就地踏勘 这就地踏勘在哪里 你知道吗 在马关条来 大家回去可以 可以找一下马关条约 当初有没有 马关条约有没有就地踏勘 李金芳跟谁 大日本立国 李金芳跟那个我忘记了 好像是那个陆澳 我看看 陆澳中光 两个人去就地踏勘 那我们的 那个 中央台也是那时 去就地踏勘 来 都有36个都市 36个岛屿 陆澳中光 跟那个 李金芳 就是李 李 李鸿章他儿子 第二个儿子 就地踏勘 日本国政体 领土范围 為什麼要就地踏勘 誰跟誰 交割 土地要割出去了 什么人跟什么人交割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天皇有人的身份 这个就是大日本帝国 绝对君主制的天皇 这个就是 已经没有对他效忠的日本国 的虚位元首 现在的日本国宪法是虚位效忠 大日本帝国 那个天皇 他们是虚位效忠 是没有效忠 他们把他认为他是象征 所以很多日本人 听到我们的论诚 他刺一下 就说 我整个日本国 都是背叛者 结果有人清楚 有 很早之前有人清楚 大家要听过三岛游济夫 对对对 三岛游济夫他就是 发现这个状况 因为他去台湾论 他去读国际法 读一读之后 他打算要压制 那个日本的海军 那个去胁迫 日本内阁 转向 向那个 那个天皇效忠 然后结果 洪洞做空的 就像我们台湾民主 一开始洪洞做空的 洪洞做空的 洪洞做空的 后来自杀了 切副自杀 结果来这 把我们讨论那些日本人 有那些日本的将军 他说 啊 我做 做兵做他几年 我都不知道我应该要向谁效忠 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学那个 三岛游济夫切副自杀 我说不免 你六岛游济 你清晰 我不要再抬下去 再抬下去 我找不到日本人 不要切副自杀了 不可以再切副自杀了 改双济 做正确的事情 走正确的 按照正确的历史 按照正确的法律 走正确的路 我们台湾人才能够翻身 你一直叫国民党 把你抹骗 你的国旗永远升不去 你永远都是要拿那个 那个五輪旗 奥会的那个体育 体育模式的五輪旗 我跟你讲 流氓政府还是可以参加奥运 你知道西藏嗎 达萊拉媽你知道 土伯 我們说土伯 不要说西藏 土伯 土伯他现在流氓在哪裡 在印度 那他有没有派人参加奥运会 有耶 然后他们的旗子是挂什么旗 雪山四十国的旗 为什么 因为他们承认自己是流氓政府 中华民国的国旗 为什么挂不上去 因为他不承认他是流氓政府 他说他还宣称他拥有 中华那个台湾的主权 所以 英国就跟你讲嘛 你基本没有 你就基本 黑白说嘛 我不要说我太糟糕了 我都会说我太糟糕了 根本你就没有台湾的主权 你还硬要 拗说你拥有台湾主权 那你的旗子就不要挂上去 就这么简单嘛 因为你说谎嘛 你不是这个旗子的真正的主人啊 你知道青天白日满地红是谁的国旗吗 汪精卫政府的国旗 你知道汪精卫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向谁宣战吗 他向美国宣战耶 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啊 他是向美国宣战的国旗啊 然后蒋介石是 汪精卫的南京政府的叛军耶 他叛军是叛逃到重庆去耶 当初的南京政府有两个政权 一个就是汪精卫政权 那是全世界都承认的政权喔 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全世界都收到来自中国的战术耶 美国也收到中国的 那个中国也向美国宣战 也向日本宣战 他向全世界宣战耶 因为他有一共有四个政体 有三个正式政府 蒋介石那个是从 重庆那边脱离出来的流亡政府 他不是现在才流亡 他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已经是流亡政府了 所以我们等一下看 比照马关条A模式就地踏勘 法理上两个天皇交割土地 哪两个天皇 绝对君主制的大日本帝国天皇 因为他是修宪架构 他还在 一个就是日本国新日本 我不要跟他说小日本 新日本 新日本的天皇就地踏勘 那天皇有没有踏勘琼 没有 天皇有没有踏勘看台湾 没有 全 我们台湾历史上 唯一有来跟这些 清新高的奉帝是什么人你知道嗎 就只有日本天皇 日本天皇他 当初是在设政王的时代 他刚才有跟各位报告过 剛剛有跟各位报告过 在1923年的时候 那个20年的时候 那个因为育人已经长大成人了 他爸爸因为脑筋不好 所以就让他 已经成年就开始设政 所以他就 从1920年的时候 就开始担任设政王 所以我们可以去查 那时候我们现在有 危机百科 你可以去查 我们很多的朋友在上面写 如果在上面乱写的话 如果没有事实的话 那个版主会把你踢掉 所以在上面写的 很多都是正确的 很多都是 求证出来 会正确的 会去把他给 会一直在更新 危机百科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对 大日本帝国的皇制 他有个设政王 这个就是君主立宪制的时候 去设定的 什么时候要设政 皇帝不行的时候 皇帝他有问题的时候 他又没有死 然后 他没招勞事事 那怎么办 他要请假 请假之后 找个设政王 帝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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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 嘉慶君 由台灣嗎 我要問各位 什麼叫做君 皇帝啊 對不對 那嘉慶他是當皇帝的時候來的嗎 不是耶 有人說他是太子時代來的啊 有人說他根本沒來過啊 我告訴各位說 根本沒來過啊 起來的人 什麼人你知道嗎 一個叫做福康安的 福康安你知道嗎 福康安 大家可以去維基百科去看 福康安他不是正黃旗的人 他是鄉黃旗的人 這差在哪裡你知道嗎 他就不是鄉族啊 他怎麼可能是 他怎麼可能是那個太子 不可能是太子啊 福康安不是太子 來台灣的 清帝國來台灣的是 福康安 不是嘉慶君 怎麼說嘉慶君 嘉慶君 嘉慶君是做皇帝的 才可以叫做嘉慶君 育仁在1923年的時候 來台灣做肚子 早去台南一中那裡 旁邊那裡找那個學校那裡 早去那群姓喔 不是刑旗而已喔 刑旗就是那個 黃太子叫做刑旗啦 天皇用的叫做刑旗 幸福的姓 刑旗啦 這裡沒閉嘴沒關係 純粹說就 對 刑旗 刑旗台灣 要有叫做刑旗 刑旗是什麼人來刑旗 黃太子王公貴族才叫做刑旗 刑旗 刑旗的話就是他是天皇 刑旗開...那個開刑的刑 刑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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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皇 親自駕鄰來台灣 歷史 台灣的歷史上 唯一有上來台灣 那個...台灣的... 那個王族 第一個就是誰你知道嗎 白白川公冷久親王 那就是什麼人你知道嗎 大政天皇的兄弟子 因為他不是大小子 所以他不能做皇太子 那怎麼辦 大政天皇他又腦筋不足 怎麼辦 那就派北白川公能久親王 那時候我拿到馬關條約 叫北白川公能久親王去收服整個台灣 那個東半部的三分之二的土地 去跟人家做親切 結果走到我們那個義族那邊的時候 就叫做教授 叫做台詩 叫我們大人的台詩 那是本來要做 要讓他擁有戰功 然後取代大政 因為大政他腦筋不好 智商有問題 智能不足 智能不足的狀態之下 原本是要叫北白川公能久親王 來換他做雛君 要有戰功 你要有戰功標榜 你才能凸顯出你的地位 我才能夠白 我才能有一個 因為對民地天皇來說 大小跟二小都是他的小小 沒差啦 一個好的一個賣的 你當然知道這個就是賣的 腦筋已經失常了 你還要團到他 對中國的國家也不好 他是要團到第二的 第二的結果叫我們台灣人出炒 叫我們台灣人出炒 結果還要死 還要沒辦法存大政天皇 就是這樣來 第二的什麼人 他不是 有 他對益主那個地方有不高興 就是在異地那裡 所以異地那裡有發生屠村 唯一有屠村的 他有上來打20年 你知道他20年打在台灣人多少嗎 不到2萬 國民黨二十八的時候 二十一輸起來的時候 不然如果兵二十一軍 因為二十八來這裡台西很多人 八天殺掉你們四五萬人 誰殺的比較多 結果結果國民黨說我們台灣人 被那個日本人所欺負所欺壓 二十年 人才沒有 他那個跟你們通婚很大拼 半年一輸都沒有跟你說 都說憲法都說那個完家小僧的 叫他騙人去 國民黨給你騙人 所以我們這個口就是要給大家 頭蓋恢復一下 我們應該要記得東西 對對對 史上要把你們那裡反洗腦 要把你們反洗腦 讓你們看清楚 我這些東西說的 你們都可以回去 還是維基百科都可以去找 你們都可以找到佐證 再來1946年的11月3號 大日本帝國天皇簽署 日本修憲架構 日本國從這個時間開始 脫離大日本帝國政體 從 1947年的5月3號 開始生效 有沒有包括 帝國台灣澎湖 有沒有 有沒有包括 台澎 沒有 因為天皇沒有來踏勘 他有沒有去踏勘 北方四島 沒有啊 所以北方四島 有沒有屬於日本國現在的 新憲法的架構裡面 沒有啊 啊最近 李明婆要去主導那 那 那 宣示主權嘛 他是大日本帝國的主權 那 日本國有沒有辦法去跟他拒絕 沒有辦法為什麼 因為天皇沒有去行性 獨島啊 啊現在的北方四島被寫壓制 被俄羅斯壓制啊 他把所有的日本人跟他拒絕 齁 那如果那個地方 他在管啊 那日本國為什麼要了那麼久 按照國際法要不回去 為什麼他們回不去了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台日本啊 他是新日本啊 他們先修憲架構裡面 有沒有一個憲法 其實我跟各位講一下 一個憲法有一個局限的一個空間 一個法律 你想說 美國的憲法 可以跟美國的土地實施而已 英國覺得是美國的憲法 法國覺得是英國的憲法 日本覺得是俄羅斯的憲法 都不用耶 為什麼 很簡單 我家覺得只有你們家的整個行 不用啊 這都知道了 其實所有的國家大法 還有我們人跟人之間的法律 都是研製於自然 因為我們人就是主連嘛 都是研製於自然法 主連法 國際法也是從自然法 而衍生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 天皇沒有踏勘台棚 所以 日本國的新憲法的架構 有沒有包括台棚 沒有 所以我們後面有 一個聖遼的先輩 趙醫國有日本 說 我沒有信任 中華民國給我的身份 你們什麼日本 你是怎麼簽那個 中日條約連 把我們視同為中華民國人 我要要求回那個 那日本國還給我日本國籍 結果敗訴耶 為什麼你知道嗎 日本人不跟你講 中華民國更不可能跟你講 國民黨更更勉強 我跟你講 因為日本在1946年 11月3號的時候 已經修憲脫離大日本帝國出去了 那你們台灣人有沒有在 新的修憲架構裡面 沒有 所以我們台灣人要去討 新日本的國籍討得到嗎 討不得到耶 為什麼 你們就台日本帝國的人 你們不是新日本人 就像加拿大的人 一樣是 大英國協嘛 英國 跟加拿大跟澳洲 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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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做老婆 三個 兄弟 阿 加拿大有自己的憲法 然後有自己的國籍 為什麼 那個澳洲不要去實施那個 加拿大的國籍 跟他的憲法 為什麼 因為不一樣 就算兄弟也不一樣 大家知道嗎 所以 我們台灣人拿不到 新日本的 國籍 就是因為 他們已經回不來了 他們已經脫離出去了 現在可以了 我告訴各位說 我們的 這張 台灣 台灣 台灣公民 台灣公民身份證 這張就是 為什麼要拿 TW的身份 為什麼要拿 現在很簡單 很簡單 可是他這邊有 一個class 這邊有一個class 他有區分 台灣公民跟台灣居民 台灣公民是什麼 什麼叫做公民 對 這個先拜公了 對 就已經在台灣 涉及庫國 就算你是中國人 中國人 在台灣 1945年 1895年 馬官教育 簽署之後 在台灣的中國人 有人反對 有 結果怎麼樣你知道嗎 給他三個月的時間離開台灣 你財產不賣 我最常給你 交這些計劃給你賣 你可以幫忙回去中國 結果有人賣 三千多個人 三千多人 幾個人 在馬官教簽署之後 離開台灣 回去中國 結果回去之後 沒多久 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回來 為什麼 那邊 那邊 那邊根本不是人 在住的地方 真的文化差太多 真的文化差太多 我們那時候 還沒找到日本 所告發的 我們台灣 就已經比中國還要先進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 有在做貿易嘛 荷蘭 西班牙 有我們這裡買陸牌 所以我們很多地方都 錄葉 錄月 錄月 用錄 用錄做 第二名 因為我們台灣的路很有名 我們台灣的那種梅花路 那是日本建國時代 他們的將軍在穿的 這可以用梅花路 台灣的梅花路 因為我們台灣這些錄子 特別奇怪 那個錄皮 打乾了之後 箭矢 那錢 射不燙 你如果生生的時候 一般的董布一樣 嚇得過 打乾了之後 防彈 我們現在說什麼防彈衣 那只有將軍在穿的 那是我們台灣在出產的 所以荷蘭人 也早來台灣在買六塊 做西班牙 也早來台灣在買六塊 我們台灣那時候就出產六塊 六塊很多 四塊都有六塊 所以很多都用六塊做最後名 這講得比較興趣 我們回歸到我們的課程裡面來 有些時候我們可以開工的時候 我們來研究這些東西 一級四級年的十月車 大家 藉由麥克阿瑟一號命令 上來台灣的代管政府 被政變 然後藉由內戰未結束的狀態 賴在台灣不走 大家都聽過823炮戰 823炮戰 打了一共打了幾年 你知道嗎 打了21年 你知道一年的時間 823炮戰 不是只有8月23號 那一天打要打就算了 大家就收兵了 一共打了21年 為什麼要打21年 他在製造模糊 為什麼 我還在開砲 我今天不打明天還要打 所以他們 單打雙不打 打在演戲 騙全世界說他們還在打內戰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這樣子的話 中華民國才可以賴在台灣不走 那不然他三個月就要走 九十天啊 九十天 九十天 九十天就要離開了 就要離開了 結果他說 我跟美國是盟軍 然後我 我因為跟那個 我跟他都一樣是反共陣營 然後 然後跟那個共產黨在打仗 然後一直打 結果你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823炮戰 一共21年的時間 都用21年的時間 共產黨沒有機會打澎湖嗎 有沒有機會 有機會 為什麼他不打澎湖 因為澎湖跟台灣是 馬關條約切割出去的大日本帝國 由美國所佔領的狀態之下 如果敢打澎湖跟打台灣 等於對美國直接宣戰 所以 周恩來他很聰明 他在莫斯科大學學國際法 跟阿祖比士長學的是一樣 這個國際法有規定 那個是美國的佔領地 你如果對他開槍會怎麼樣 等同對美國宣戰 而且還對地主國宣戰 地主國是誰 日本 大日本帝國 連大日本帝國都在打你 然後美國是誰的孩子 大英國寫54個國家的孩子 他有54個兄弟 所以美國只要說打仗 後面有一個母親帶著53個孩子 一起來打 所以美國是什麼國 世界強國 為什麼他搶 因為他有一個有利的媽媽 還有53個兄弟 53個兄弟 53個兄弟 我沒有自己的一個政權 因為我跟各位講兩個事實 你知道我們當初是 在1895年之前 我們台灣的生活模式是怎麼樣嗎 我們台灣人是怎麼生活的你知道嗎 大家沒聽過牡丹色事件嗎 沒聽過嗎 沒聽過牡丹色事件的時候 琉球 本來是 做中國的附屬國 結果他去操控之後 要回去的時候 封印 跟台來在台灣 你們台灣人幹嘛 出操 全幫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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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 可以唱完都唱完之後 你們有人會說這樣不行嗎 我們現在都知道這樣是不行 這樣不說 講究人權 人 剛才來我們這裡 遇難的時候 我們要協助他 那個可能人 我們要幫助 我們在祖先有這樣想嗎 沒有 沒有這樣想 不是一次而已 我跟各位講 牡丹色事件就是 因為這樣 要留球 脫離 清帝國的那個 那個繁蜀 他去加入大日本帝國 就是這樣啊 就是這樣來啊 所以我們 除了那個切割以外 不好意思 那個 除了那個切割以外 你們還知道一個叫做 南甲之盟嗎 這裡有屏東人嗎 牡手一下 屏東 有啦 我們的那個副主席 他就很清楚 南甲之盟 他就是 在1867年的時候 一 我看看 南甲之盟是 還有一 1867年 1867年的時代 美國的商船 一發 大家可以去查詢資料 南甲之盟 現在很 現在很方便 你們可以 回去的時候可以查關鍵字 南方的南 甲是一個山 南甲之盟 南甲之盟 這個事件在說什麼 你知道嗎 這個事件很趣 我說這個差不多 說三年才說得完 不過 我要濃縮一下 南甲之盟 就是在說 美國有一台 叫做遊歷者號 有人說 the rover 你們可以查詢關鍵字 可以看這個事件 他在我們的五蘭坪 五蘭坪外海的時候 擱淺 擱淺 因為那個 美國人他的商船 第一次來 不知道說那個地方 有一個暗礁在那裡 我們的五蘭坪有多少暗礁 痛出去 准你如果不小心 對他會割破 准地就沉下去了 結果我們的觀眾朋友 怎麼知道 有跟他合作嗎 沒有 把他搶走 這就是我們的時性 這個發生在 牡丹社事件的前 七年 會前七年 應該是說 南甲之盟發生之後 再來才會發生牡丹社事件 南甲之盟的時候 結果美國 出面要求 清帝國出來干涉 你們人是怎麼 他把台灣當作是清帝國的人 要求 來 清帝國來 你把我拚 你為什麼把我的 純 把我 跳繞繞繞 十八的 遇難者 全部都給我抬來死 我一個女婦叫做韓特夫人 他們的船長叫做韓特 他們太太有在前面 也死去了 他說死了19個人 那19個人的死在要幸運 南部通知你韓特夫人要幸運 結果清帝國怎麼知道 他們的大臣叫做 毛廠西我不怕他過他年死了 當然啦 我也不怕你 還是中國人給他過 如果我說的不是 你可以告我 沒關係 大清帝國的大臣叫做毛廠西 毛澤東的毛 藏是一個永 一個日 我用廟下這樣 對 毛廠西 他說什麼 聲番 聲番 說聲番 聲番 記我於話外 法語不法 違規國制裁之 這裡如果有特地書 可能你們就沒聽過這個東西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在國際法上代表什麼 清帝國 在國際事件上 公開的 向全世界宣稱說 我不擁有台灣的主權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所以南甲之盟的時候 美國要怎麼樣 法語不法 違規國制裁之 就要打不打 你們自己去決定 不用問我全國 因為那不是我的人 結果美國還要派 艦隊過來 美國海軍第一次打仗 在1867年的時候 第一次打仗 打上了 南甲這個地方的時候 結果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拿著矛射步槍 拿著先進的火藥 那個人跟那個人 那時候版本龍馬 看到都會怕的那時候黑船 開了去 結果 看到原住民怎麼你知道 原住民拿的是什麼 弓箭 石頭 跟那個下降的鐵仔 跟長矛 我們家裡 先進的武器可不可以打 那個原始的武器 不行喔 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西部片 西部片是不是兩個牛仔要對決的時候 一個沒有穿 一個有穿要怎麼樣 你沒有穿我給你穿 我們兩個往後退走20步 然後找一個人當裁判 然後20步的時候那個裁判說 往後開槍 向後轉的時候大家互相開 看什麼人把槍開槍 人家是這樣 這叫做對等才就是戰爭 這叫做歧視精神 公平你知道嗎 你跟我一樣的劑索 我才可以跟你打 是不是 你跟我一樣是一個國家 我才會用國家的 會做官員去跟你 你如果是一個官 就這樣對等 現在也這樣 我們的總理 如果去跟外圍的時候 也是人的總理要出來認識 我們的軍長 他也是公文靈媛 我們的軍長 還不去跟日本的時候 他們的軍長也要出來認識 他不會派那個超越太大的 上下差不多都差不多一次 一次戰而已 不會差很多 這叫對等 外交也要對定 政經要對定嗎 當然要對定 所以美國人怎麼樣 看到你們拿原始武器 他毛色部槍開不下去 怎麼樣你知道嗎 就算把你打贏 他也讓全世界的人給你打贏 因為打這款主持人 你當時在打人家 不行 所以他們有沒有打 按照他們美國的歧視精神 他們不打 不打 不打怎麼樣你知道嗎 好 想說好 那就沒什麼要緊 原始武器 不然來看看是不是假的 他們的船長叫做 李仙德 李仙德他坐他的修准 副建長做著去看 結果 原住民 台灣族對他設了一件 丟脈手 這支開關 結果 他們衝掉 衝掉的時候 那時候 打不到原住民的人 因為原住民 我們台灣人 善於叢林站 我們藏著 我們沒有穿蟋子 那時候都有穿蟋子 我們是原始人 我們是原始人 我們的時代是原始人 所以為什麼 台灣需要被殖民 那一百九一百六千年的時間 你現在多久的時間 還有兩百年 沒有 百幾年而已 我們一百多年前的祖先是認為說 遇到海難的人 我們可以跟他搶劫 沒有罪 我們自己身體 沒感覺 會被人 對等關係 會被人想 不會 我們現在台灣人 遇到 外國人 遇到災難的時候 我們台灣人 陷在地上 被人出 其實我們台灣人 很多好人 為什麼你知道 沒有人跟我們說 什麼可以 什麼不行 國際法 有什麼規定 像中國來 關你們台灣 關百幾年 敢有跟你們交用 沒有跟你們交用 敢有跟你們說 什麼可以 什麼不行 沒有 所以毛場西說 生番具有餘化 法語不法為 規果之才是 美國和原住民 打 對峙 對峙之後就宣戰了 宣戰之後有沒有打 有打 射了一箭 大家有看 那個 海尼根的 海尼根的廣告 這樣跟廣告是不是一個 一個突然的 那個就是 那個李先德 李將軍 我要 李先德 總要說 不然別打 我認輸 因為我怕你 把你打 我也是 打贏也是比做輸 或被人笑 不能打原住民 那些不對等戰爭 違反歧視 歧視精神 美國人 照臨台灣人 不敢跟你們打 怎麼知道 不然這樣 現在對事情來解決 剛才去跟你們 那個 那些白環族那裡 買一個土地 就是去現在的鵝鵝鵝鼻燈塔 我們的鵝鵝鼻燈塔 是美國向台灣族 租借土地 有人說那個斯卡 斯卡 斯卡 斯卡羅蘭族 其實是台灣族 跟還有一些 各個族群 說那個海盜 海盜集團 海盜 就是海盜 就一軍 專門在唱 唱人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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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這樣 美國 跟 美國海軍 跟 原住民 有沒有發生對峙 有 有沒有宣戰 有 有沒有發生戰爭 有 有沒有開火 我們原住民有開火 所以 這場戰爭誰打贏了 台灣人打贏美國海軍 你沒看錯 所以 南柴之盟你們可以去看 後面 因為 那個 派的人可以說話 就像馬關條的派的人可以說話 就是和平條派的人可以說話 是不是 所以 南柴之盟頭上怎麼知道 後面 你們這些 在金髮來年間要騙我台灣 要遇到那個海 海難的時候要舉 紅旗 為號 所以你們 南柴之盟你們可以去看這些東西 你們回去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可以這麼寫 因為我們是戰勝國 你們打敗誰你知道嗎 你們打敗美國海軍 你們 連版本龍馬都打的那個黑船 其實不是你打贏 是美國人受理 美國人不需要這樣跟你們打 是美國人 他的騎士精神 不跟你們打 然後就解決 結果第一次的南柴之盟 寫得太難聽 因為他還規定說 上岸之後 每個人頭要繳多少的稅 還要 交那位做阿片 或是要交一些火藥 來做那個共利 台灣族的那位做 逃 灼其毒 他現在要幫你耍 要起來 你過境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費用 要啊 你起來我台灣要錢嘛 要下錢 要繳錢 就像我們那個現在要去美國 要簽證費 一樣意思人家要收阿 美國跟誰簽 跟台灣族簽耶 為什麼 清帝國說 生藩居為化外 法語不法為貴國之才之 美國 跟誰簽 台灣族簽 台灣族是國家嗎 我跟你講 台灣族那個時間點 很可惜喔 他如果打國族簽證 宣稱說 我堅持一個國家 台灣就起來了 那個時間點 我們的原住民 沒有這個觀念 所以我們 我們的原住民 20幾個族群喔 大家都沒有所謂的 整個大族群的觀念 所以那些人很可惜 如果要建國那個時代 就建國那個時間點 就可以結果了 結果我們沒辦法 沒有人去 讀到國際法 沒有人會效 所以沒辦法 我們說南甲之盟 現在放在屏東出火 出火的那裡 你們知道嗎 人在 那邊有那個 類似那種瓦斯天然氣 在那裡 在補雞蛋的地方 那邊有一個紀念碑 大家可以去看 南甲之盟紀念碑 現在還在 他這個文 這個文件還 這個文件還在不在 還在 在哪裡你知道嗎 美國國會圖書館裡面 就是因為這個 南甲之盟 在1867年的時候 發生 然後再過了 大家已經說好了嘛 你們台灣人已經 那個遇到海難的時候 只要舉風旗為好 就不要殺了喔 所以美國 他就四季去補 他那時候 住在那裡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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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大使館在那邊 他就所有的工作都去補 所以日本人知道啊 日本人過七年後 那個 劉強的 他也是害羞 結果怎麼樣你知道嗎 在那個 某檔車外面的時候 怎麼樣你知道嗎 同樣叫你們台灣人 他 牽著樓棒齁 全班都牽著那些會 所以 李仙德 抓到 不然就要 那個日本要求說 那個要做 那個 琉球要求 大清帝國 出來交是因為他附屬國嘛 清帝國你知道他怎麼講嗎 不關他的事啦 那裡的事情 說 身番 那個 血居柔促 那個 為王化所不及 為什麼我會不會出這些文字 他們自己下來 白紙黑是下來的喔 他還在牡丹色事件的時候 一樣是拒絕承認 擁有台灣的 那個 那個 所有權 所以 美國的 李仙德將軍就帶著 日本 大日本帝國 向 台灣人直接開戰 因為你們台灣人違反了南甲之盟 你們說抓紅鞋子就沒事 結果抓紅鞋子 你們把全盟都拆掉就有了 我要告訴你 兩件事 第一 在全帝國在這兩件事件的時候 在國際的事件 公開的向全世界 否認擁有台灣的主權對不對 對 再來 我們會造成在百幾年前 我們把那個 剛才我們 動作 可以把他襲擊的人 其實我們就是原住民 我們百幾年前 我們沒有那個書像說 什麼 什麼叫做人愛 沒有 什麼叫做博愛 沒有 什麼叫做愛心 沒有 跟你們講之後 你們台灣人 全世界最有愛心的 全世界同愛心的 你們台灣人 所以你們台灣人 不是壞 是沒有給你教育 所以不然日本人 站著說給你教育 因為 全帝國幫你百幾年 結果只有 來這裡收稅金 三年 我兩年 六個屯肯區 其他的地方 叫做王化所不及 法語不法為貴國之才之 就是這樣 現在來 這說得比較晃 再來 823炮戰 都打了其他一年 單打雙不打 煙氣 說他在內戰狀態 在台灣21年 其他一年 一個世代了 一個世代 他騙了我們一個世代 然後 單打雙不打 說他們國共內戰 這煙氣全世界看 美國莫許的 再來1952年4月28號 舊戰和平條約 日本國 大家記得嗎 1946年的11月3號 新日本的憲法已經簽署了 再隔一年 1947年的5月3號生效 現在的日本國 總理叫做吉田茂 他放棄大日本帝國 台澎主權 片面切割 有沒有說要給誰 沒有說要給誰 沒有說要給誰 所以沒有人 可比說 我一台機車要賣給你 我幫你拿錢 叫我機車沒給你 這樣不行 我只 跟你說 我拿這條錢 我要把我的機車拿起來 等掉 你也沒有 我只要等掉而已 我只要等掉 我又說要給你 沒有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片面切割而已 他沒有說要給誰 所以全世界也沒有人告得了他 日本國 自治於大日本帝國之外 我們在這裡可以注意看 吉田茂的身份是誰 小日本 新日本 新日本不要說小日本 對 他的落在那裡 在那個 古今山和平條約的2B 我叫那個就是和平條約 的2B 我沒有告訴他 這個吉田茂是一個全世界 可能靜台書裡面 統聰的很多人 他等一下我就告他 跟他有這個吉田茂 我先把這個講完 他落在那裡有什麼東西 可以放棄 在1945年的4月1號 大日本帝國 用造書讓你們台灣人 變成什麼 黃民 所以他口袋裡面有什麼 有 台灣總督府的官製派任權 所以他要放棄派任權對不對 要不要放棄 當然要啊 因為 台灣已經不歸他了 所以他要放棄 落在那裡的東西 他落在那裡有什麼東西 All right 全補 全補的東西都等等 他落在那裡有什麼全補都放棄 結果他落在那裡有台灣的主權 沒有 馬關條約是在那裡 提供的手頭 沒有交給他 而且在1945年的4月找他的時候 他是官製派任權而已 對 他寫的是主權 對 因為為什麼要寫主權你知道嗎 因為在那1945年 戰敗的 10月25號 你們知道光復節嗎 光復節的時候 我們大日本的台灣總督府被人家 停止運轉耶 解散啦 我問你啦 我怕他跑去你們家 可以叫你們家 這要做火長換我做 可以嗎 不行耶 不行耶 對不對 是不是你要自己放棄自己的身份 是不是自己要放棄自己的身份 不是我去強逼你放棄耶 結果成語去解散人家大日本帝國的官制耶 全世界有這樣子的了嗎 全世界會這樣 沒有耶 美國去佔領日本 有沒有叫那個天王說 叫出你所有的東西出來 沒有耶 結果成語來台灣幹什麼 在那個中山堂那邊在做什麼事情 解散大日本帝國的 台灣總督府耶 所以台灣總督府在1945年的10月20號已經 不見了嘛對不對 已經被解散了嘛 就算他是 那個非法解散 他是不是已經解散了 可是權力還在不在 在啊 他解散了我可以重派嘛 所以我 吉田茂在1952年 他在那裡出生 出生的東西而已 官制派任權 我可以讓他恢復 可是我把他放棄 我把他放棄 所以 他落在那裡有什麼好放棄的 官制派任權而已 啊為什麼不寫 台灣總督府 因為台灣總督府 在1952年的 前幾年 前六年就不見了啊 那個官制已經被解散了啊 所以不能寫 那只能用形容的方式 去形容說 All right All right 我落在那裡有的東西 全部都等掉了 我敢說給你 對 主權的管理權 不是主權的所有權 所以他是片面切割喔 片面切割 我問你啦 今天 我的女婿 跟我的女婿 離婚 切斷管理嘛 對不對 啊 我 我的女婿 會放在我家 還是 還是怎麼不去 他有說 要把我的女婿 還嫁給另外一個人 沒有耶 我的女婿 和我現在的女婿 如果女婿 他也是我的女婿 會回到我身上來 會回到原始的主權者身上 台灣是阿祖天宏的女婿 女婿 是他的子代 啊 憑什麼 你已經切割出去了 他已經離家出走了 他口袋裡面 有沒有擁有台灣 沒有耶 他只是放棄那個官製派任權 再來 1972年的5月15號 大日本帝國流球民政府解散 這流球 過20年喔 所以 那個 那個所有的大日本全部獲得釋放 沒有耶 就只有新日本而已啊 你怎麼知道 現在的 就是我們和平條約是新日本去簽的 不是大日本去簽的喔 大家要知道喔 我會講得懂 欸 戰爭之後 和平條約好像還沒簽耶 確實 大日本帝國 戰爬之後 有去簽出大日本帝國的和平條約 沒有 只有 那個 自治的區塊有去簽署而已啊 齁 所以 很多人在講講 台灣 包括我們價票 蔡同隆博士喔 我可以搶出來沒關係喔 因為我自己討論這個問題 他說 第二點喔 那個二B啦 美國在 那個日本已經在 就像和平條約已經放棄台灣了 沒有不對啊 他是放棄台灣啊 不過他是新日本還是台日本 新日本啦 新日本啦 新日本 他沒有用台灣 所以他放棄什麼 對啊 派任權而已嘛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 不只台灣沒有自由而已 在那個 那個琉球 我們的琉球 第二個那個 軍事佔領政府喔 佔領琉球那個啊 聯合國 佔領 然後 委託美國 代管的 那個政府 1972年5月15號 琉球民政府解散 然後編入 日本國的沖繩縣 過去十年耶 我要向各位說 啊 琉球敢有實施 日本國的憲法 有沒有 沒有 因為日本國的憲法 是在 1946年的 4月11號的時候 做成的 沒有因為 琉球的回歸 而修憲啊 你回歸要不要修憲 我跟各位說過嘛 一個土地 美國不去實施 英國的憲法 英國不去實施 加拿大的憲法嘛 是不是 他有屬地主義的 我這個法 有規定 時間也有規定 對象也有規定 實施的空間啊 地區嘛 那 當初的那個 1946年的時候 琉球有沒有去參加休憲 沒有啊 所以 他 有沒有真的獲得自由 沒有啊 而是 美國 用買賣的方式 把 占領權 賣給 現在加入聯合國的 日本國 所以 日本人是什麼 全國者 他已經獨立了 美國已經 日本 新日本已經獨立了 他是叛國者 可是他 你不能怪他 因為 這是這樣 統計 加入敵方的陣營 最快能夠 獲得釋放的 方式 因為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他吃了兩顆原子彈 當初是 美國 然後 日本 元祖大神 知道他威力很大 不知道說 禍害千年 萬年 那半衰期 有的甚至 布的半衰期 十幾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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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去參與這個問題 結果 等第一之後 等第二之後 就知道說 慘了 那個東西 會造成永久性的傷害 那半衰期 很久很久啊 所以 日本 因為被 放了兩顆原子彈 被全世界 要求說 讓他提早 能夠獲得釋放 所以 就 先用一個修憲 他 戰爭被 佔領嘛 先讓他簽署和平條 獲得 自由 就是這樣子 因為台日本帝國 那時候沒有礦產 沒有礦產 沒有礦產 可以賠償 不像 當初 馬關條會可以 四處掛土地賣人 你 台灣沒有台灣總共給你 鳥蘭彈 半島你 他會給你 結果發言說 鳥蘭彈半島是我們島的祖廚 不可以 不可以 要向我 所以祖廚 很重要 什麼都可以賣 祖廚不可以賣 什麼都可以賣 什麼都可以賣 祖國不可以賣 所以 古今山和平條約 只依然在新憲法的日本 的政府就是在這裡 不像不包括台灣 也不包括沖繩 因為天皇沒有去沖繩 走透透 現在都流行走透透 冬國國 差不多兩分鐘的時間 台日本帝國 在Empire of Japan 戰敗 不過沒有賣國 這是結論 大日本帝國憲法 因為戰敗被佔領者 美國壓制 有沒有被取消 沒有取消 如果有取消 那有新日本的憲法 有沒有 就沒有啦 因為現在的日本國的憲法 是 以 舊憲法為母法 他是修正而來的 那你居然 你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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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切割出去 他已經在裡面已經 脫離效忠 他已經不像他效忠了 天皇已經 他已經不像天皇效忠 日本人沒有像日本天皇效忠了 他是他的象徵 結果安倍晉三 前首相 一聽就有 我們這樣子講 他在今年的4月27號 他在自民黨提出一個修憲案 4月27號 都我們去那個 日本交流協會那邊去跟他們 宿願嘛 結果日本發生很重要的是 他們提案修憲 又找福田康夫 又找 生死人 那些人 就是當中有4個 還有那個叫 麻生太郎 麻生太郎 就是那個叫 吉田茂的孫 就是吉田茂的孫 安倍晉三那千世的外孫 他們都是政治世家 找了4個 日本國的 那個首相 前首相 連署修憲 第一個 美國 那日本的 那現在日本國的那個 那個軍隊 智慧隊要改成國防軍 第二個 天皇主權效忠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戰情情 我剛才有告訴你 大日本帝國戰敗之後 沒有礦產 結果現在也沒有礦產 南海那邊有22個國家 最近去演練玩而已 那個地方是什麼 第二個波斯灣 波斯灣有十幾個國家 在分那些石油 在分波斯灣的石油 南海只有一個國家有 誰 大日本帝國 然後他編到哪裡去你知道嗎 高雄 所以 自民黨聽一聽之後 說怎麼樣你知道嗎 那我們也要效忠天皇 當然 你不效忠天皇 你怎麼分 三兄弟 大兄 日本已經離家出走 離家 本來是三兄弟 做前排的地方做路材 結果大兄出去的路口 因為他們打得很可能 不要再給我 給他去旁邊 第二 我之前 美國登陸戰的時候 把人家 帶到 台西一半 以上的人 連 那個小孩 老人 婦女全部都屠殺 為什麼 琉球 因為防治國家 他們 剛才是 香燒 蜜蜂 有一個特性 蜜蜂 它有雄蜂 蜂蜂 蜂蜂 蜂蜂他沒有做蜜 他有這麼戰爭 那就是軍人 大日本帝國 天皇就是蜂蜂 那我們一般人就是公蜂 百葉 做百葉 有的人做 做慘的 或是做 目光的 做 派對的 無受不及 百葉 一旦蜂窩被人家 打的時候 你如果一隻 做侵入者 要到他的領域 蜂蜂會出來打 神鋒特工隊就是出來打 對嗎 如果打到裡面 只有蜂蜂在打 連工蜂都出來打 所以 琉球 那時候被美國 登陸戰的時候 在4月2號 1945年4月2號 登陸戰的時候 死掉一半的人 和大人的小孩 全部都死了 所以 讓他拿走 讓他拿走 所以在1972年 讓他獲得自由 你們台灣有的人 跟他登陸戰 有的人 來這裡把你們帶給你們 來蜂蜂是有 來重點蜂蜂而已 來空襲 可是他沒有真正的登陸戰 對 自治區 對 就是這個觀念 因為沒有規定一個方法 可以擁有幾個國家 大家會記得嗎 我剛才一直強調這個部分 英女房擁有54個國家 人都沒有你陷阱 你們台灣什麼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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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紙會是簽給他們說 你我沒有要管 對 讓他自治而已 對 沒有錯 所以 我們 我們跟他講完了 不要這麼多時間 1972年的5月15號 因為帝國台澎群島人被 占領狀態之下 沒有本土的賬款 只能夠交入日本國 提早獲得釋放 所以 古今山和平 條約 只局限於新憲法之地 但日本國的主體本來有三個 一個就是日本 一個琉球 一個台灣 大兄弟那些都在這裡出座 像第三個說 把人家拿去做戰爭戰 你們知道台灣關係法嗎 台灣關係法上面說美國有提供 台灣當局 他不是寫中華民國 台灣當局 武器 足夠的武器的義務 什麼叫義務 你是你兒子 不要給他收錢 不用 就是什麼 義務 我吃我兒子 我也不要給他收錢 他就不要賺錢 對不對 這叫做義務 義務是不用給錢的 為什麼我們台灣人每年 都要變1000多億 2000多億去跟他們 買武器 因為你們台灣人 這個稅金是你們台灣人在賠錢 是不是 你們台灣人在賠錢 拿來做戰爭債 你們台灣人 看我 看我拿到現在67年的戰爭債了 67年 拿台日本 帝國兵 很多 現在 好不簡單 這個公秀地 台灣 後來 新南群島 發現怎麼知道 全世界第2座的油 油上頭還有一圓可蘭兵 天然形成 因為它的壓力有夠 運動有夠冷 那個甲烷 那個生物 那個我們那個細菌 那個釋放出來的甲烷 自然在海床上 結成一層可蘭兵 全世界就只有 那個 博士灣還沒有 所以很趣 很趣 所以 今天我要說這個人 你知道嗎 他在 就這張和平條約 他在那裡沒有東西 這個人 比空民更厲害 空民當年 蛇戰群雄 你們記不 三國一大都聽過 都學過 這也是跟你們說話 這個 我跟各位說 台日本有一個人 叫做吉田茂隊這個修上 他很聰明 在在戰爭的時候 沒辦法 因為各國的 那個大使要不要召回 要戰爭的時候 那個各國大使要召回 所以 他去 那個占領了那個 新南群島 千島群島 還有在台灣行線這些東西 通通都沒有被承認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他用戰敗者之姿 在就現在和平條約上面 讓 48個國家 簽名 別這麼黑人 幫你簽什麼 第二條你可以注意看 日本生日 還有 鳳起 還有 聚文島 玉林島 一切島嶼的權利 有 第二條 就說我們台灣 放棄對台灣澎湖 一切權利 民家 權利 一個利 利益的利 一個力量的利 要求 還有西沙群島 跟南沙群島 的一切權利 名氣 跟權利義務跟要求 全部 All right 抬頭 全部都放棄 我問你 第二條 就是說 他 要離開這裡 他有說要誰嗎 我問你 今天 我要證明說 我要學 我要學 太太結婚 很簡單 拿出結婚證書 就好了嘛 對不對 就是那和平條約的第二條 全部都是日本放棄 日本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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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如果沒有東西 他可以放棄嗎 不行 為什麼 他要在2B的時候 放棄這麼多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 通通都曾經屬於他的 結果他放棄 可是他是新日本 他不是大日本 他是在大日本的狀態之下 所做成的 這些全部放棄 那 這些東西會回到誰身上 天皇 所以我如果要和我 有人說 要證明我和我太太要結婚 我拿出結婚證書啊 或者是我拿出48個人證明說 我跟我太太已經離婚了 是不是代表說 我跟他曾經有一個叫做 合法婚姻的關係 這48的人有證明說 我和我太太離婚了 是不是我百塊的結婚 所以 日本 日本國曾經擁有 新南群島擁有台灣 那是不是他放棄了 是不是說這些東西 是回到天皇的手中 不是說要給任何人 所以吉田蠻有聰明嗎 他很聰明 他用戰敗者的姿態 在 和平條約架構裡面 還能夠開槍癖土 他在那裡 他沒有證明說 台日本擁有新南群島 所以他派誰的 按照 究竟那和平條約 他是 日本 新日本放棄的 地方啊 那是新日本放棄的地方 在誰身上 在大日本身上啊 來啊 大家都來看這個 究竟那和平條約的 第二條F 新南群島是誰的 是日本在究竟那和平條約 48個國家 做證明 白紙黑字所簽署的 日本國所放棄過的 離婚了啦 結果 這個女子 回到那裡 回到那裡 沒有去做人的太太啦 沒有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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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 那個俄羅斯 那和日本常常去跟俄羅斯討 要愛北方四島 俄羅斯說 按照國際法 我不給你 他沒有要說完英 他應該你應該不知道 他很清楚的 不然他怎麼會要討我們台灣人去討 新日本的國籍 他知道 他就不講 那主島啊 最近和蔡李明波要去 說這是我們韓國的既有領土啊 是我 我當初的時候 馬關條之後 1905年的時候 韓國跟日本 朝鮮 那個韓國跟那個 那個日本 大日本帝國 合併啊 說我奉勳 我交給你管理 我沒要管 朝鮮說 我中國農供給我 我來幫你 你比較進步 馬關條約之後 朝鮮那邊也 跑到那日本那邊去 我自己沒大腿 就是這樣 為什麼現在 民主黨 要修改新憲法 要求要效忠天皇 因為那個土地上的 新南群島是誰的 天皇的 現在 大日本帝國 為了政體誰 你們第三個共修在台灣 你們這些 共進很多 所以 大日本帝國主要的政體 現在就是台灣 民政府 就是我們 台澎群島目前是大日本帝國唯一的副長 有人在說我們在造復辟 大家叫他復辟嗎 就是那個皇制復辟 我問一下 一個國家死亡才需要復辟 大清帝國那時候 叫做 辛亥革命後 因為復辟了兩次 對吧 那是清國共美國叫做復辟 日本有沒有滅國 我們不是在造復辟喔 張勳復辟大家聽過嗎 我們不是復辟啊 大日本帝國根本沒有滅亡 只是大日本的台灣總督府官司被解散 我們是把這個民政府按照流球模式 再建置出來而已 所以大家要了解喔 台灣配偶 是 目前大日本帝國有他在獲頂 所以我們在這要他搶 搶什麼 那個中國家 中國叫我們搶到他 他已經不敢說他是他的 很具有領土了 日本 琉球 北方速度 主導 新南群島 都是大日本帝國 台澎群島 台灣民政府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現在中國不敢說神聖不可分割了 因為我們在這裡說話 說得很清楚 本土台灣人才會接近日本人 你們到現在阿國 你是大日本帝國憲法 這是你們不記得你們是誰 你們是純正的大日本帝國皇民 至今還在政治戀獄裡面當奴隸 償還大日本帝國的戰爭債 大日本帝國有沒有簽署和平條約 沒有 按照國際模式 99年 就像香港 最多只能佔領99 租借99年 就這麼簡單 那我們如果不是我們 台灣民政府 抗美案團隊 我們林志森博士 跟何樂園博士去 控告的話 我們台灣人到現在 才67年 還要再當中華民國的奴隸 32年 還有一個半世代 所以幸好我們有青春 美國開始培養我們要求 我們要開始來做民政婦 所以我們 要求是我們所有周邊的人 不要忘記 你們是日本人 你們是比日本人還要吃的 日本人 大家要記得 時間的問題 不好意思 在掌握太多時間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走 外面吃飯 這些 可以 踩 D 我們 不